这一天,有人纷纷从家里走出来,走到了大街上,或许他们还遇到过对方,但是互不相识,这一天,有人仍躲在家中,不敢出门,在他们一辈子里,这不过是乱世惊扰中极为平常的一天,这一天,太阳很大,摆油路面上的纷乱脚步,匆匆踩过国民党兵撤退时留下的车折印子,这一天,对一座城来说,意义重大, 已经被载入史册,1949年5月3日的黄昏,前藏江上生出一轮血红的日落,似是一个乱世尘埃落定的尾声,杭州解放的当晚,战斗报社出版的号外,代号401战斗在黎明破晓前,夜见深沉,月色阑珊,起零芳心,正是破晓前最黑暗的时刻,1949年4月底的那几天,27岁在张度高,每天早早收拾好条头高, 在鸡神庙,华藏寺向附近走街串向卖条头高,张度高老人进照,就在几天前,4月10日深夜,在城郊外的护城河边,入党介绍人张正明同志拿出一本红色刊物,将他摻在地上,借助月光,要他面对刊物上的党旗举起右手进行中严的入党宣誓,宣誓必,张正明郑重地告诉他, 从即日起,他就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,代号为401,4月下旬,他已经得到组织通知,解放军快要打过前唐江了,杭州就要解放了,暗自欢喜,却仍然要在狼窝虎穴中保持警惕,四下观察周遭的一切, 此时,他主要的侦查任务,是加紧了解,摸清敌情,并掌握敌军弹药库,梁库的位置,这几天,他都要特地去杭州鸡神庙附近转转,此前在卖高师,曾无意中从老百姓口中得知,这里正是国民党存放弹药库的地方,他多次侦查发现,这里果然失常有装甲车进出,运送重武器,且守卫森严,在华藏此下, 他又从老百姓口中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,这里是国民党的军粮仓库,国民党的安保人员也在这里,他必须马上将这些重要情报向单线联系人章证明做汇报,当记者问,做地下工作怕不怕失,他坦言,怕,但也要有人做,做地下工作随时可能发生危险,他家中早被有一只一米多高的大缸,以便有一场情况失,他能拍上缸口,迅速窜,上 屋顶转移,5月3日,这一天,他早早收了他回到家中,回想着前前后后应该跟组织汇报的消息是否都已经上报,嗯,没问题了,他想,关上门,搬了一个凳子,坐着,压抑着内心的喜悦,默默等待杭州解放消息的到来, 孙建林老人根据记忆,首会的解放军进入杭州路线图,我们不能上街去迎接,会吃批评的,会暴露自己的,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任务没完成,我们不能暴露,张杜高老人回忆说,5月6日,立下,张杜高与解放军一起参加了一次秘密大行动,航程迪特电台的大搜部行动, 配合解放军抓特务,我们平时就特别注意这些特务的行动,他们晚上睡觉,头朝哪个方向我都知道,张杜高老人特别自豪,那一晚的搜部大行动中,他把解放军领到特务家门口,先由他敲门,用杭州方言喊一下特务的名字,然后解放军再从后门冲进去,正是这样一批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地下工作者, 用智慧和坚毅,为杭州的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,停留18小时敖战之后的平静美好,青山起伏,树木葱龙,竹木成海,河水不时泛起朵朵朵昂花,正是江南好时节,也是18岁的李心廷第一次进航城,李心廷老人近兆,事实上,这支军队刚刚经历了一场敖战,渡江战役,4月20日晚,夜色笼罩下, 李心廷所在的华东二纵队,17团一迅雷不及掩耳,只是拿下江面上一座名叫木牌桌的小岛,正是前一晚的夺岛成功,4月21日,中央发起了全线渡江的命令,晚上10点,渡江部队开始向长江南岸进攻,煞时,炮弹照明弹映红了宽阔的江面,如同白昼,甚是壮观,30万大军渡船齐发,像猛虎一样扑向敌人, 这一仗打到第二天清晨,解放晚南的青阳县城,渡过长江后,李心廷所在部的一路急行,途中得知南京解放全间敌人,士气大震,那时华东局集电,要李心廷所在的21军火速抢占杭州前江大桥,解放杭州,接到命令后,他们便日夜兼程,马不停蹄赶往杭州, 5月3日浮晓,解放军62事185团已经抢占了前唐江大桥,李心廷所在188团当日天黑时分从武林门码头,上岸进入航程,队伍安排露宿在武林门的街头,当时国民党军已经如惊弓之鸟, 愧不成军,稍微一接触就缴械投降,李心廷没有想到这么顺利就进入杭州,大家都累坏了,到了武林门原地修整的命令下达下来,好多战友把包一丢,到头就睡,事实上,解放军对露宿街头早已习以为常,到了晚上十点多,营长把我们从睡梦中叫醒,告诉大家有地方住了,这个地方是风景如画的西湖边,刘庄, 解放军行进在西湖白堤上,我记得那是刘庄附近有个照相馆,还有个凉亭,四周古墓参天,西湖里的水也清澈见底,还有鱼儿欢快的游来游去,从湖滨到南山路,梁公堤再到刘庄,对杭州怀揣着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,美好印象的李心廷一路看紧,却怎么也睡不着了,天蒙蒙亮, 他就和营长以及一个乡党在刘庄周边转悠了起来,没想到杭州这么美,能解放杭州是我的荣幸,李心廷说,大街上,有工人,学生和市民在路两旁迎接,游行的人们乘车欢喜胜利,唱着你是灯塔,照着黎明前的海洋,时局未稳,战事繁多,部队在第二天就开服更需要他们的战场, 在杭州只停留了18小时,这位1946年12月参军,194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,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淮海,渡江,南麻,林渠,朱成,三户山,三阳庄,高密,后奖楼等重大战役,并立有战功的年轻战士, 在杭州度过了他军旅生涯中平静而美好的18个小时,一天改变一声职场桥边的欢迎仪式,来了,来了,解放军来了,5月3日一早,几个从街上回来的同学,迫不及待地向大家报告了这个好消息,一听这话,9岁的孙基林招呼了几个同学,立刻飞快跑出滑风场的大门,沿着工厂的矮墙,到大马路上去看个究竟, 到底是不是真的来了? 孙基林老人近赵,果然,一列身穿皇军服,手持钢枪的军人,从平遥方向过来,一路往观音桥过去,通往武林门,他们的军装颜色黄不黄,绿不绿,很粗仓,也有些破旧,都穿着草鞋,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胸前,都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布置兄章,解放军真的来了? 解放军在群众家的欢迎中进入航程,那天马路边站满了钱来欢迎解放军的老百姓,大家情绪都很激动,解放军是一个方队,一个方队走进来的,步伐很整齐,后面还有骑马的,陆陆续续走了好几天, 孙继麟说,与这些娃娃们不同的是,滑风场造纸工人吴德奎约了同事吴定义,两人偷偷跑到万里地外职场桥的水凤边,迎接着解放军的到来,出发前有人劝他们,当兵的来了,你们还敢跑出去,多危险,吴德奎笑笑说,他们不同的。 吴德奎老人近兆,在吴德奎当时只有21岁的生涯里,曾有过多次被国民党欺负的经历,他在常理进步青年那里听说过解放军的严准军技,以及对百姓的亲和,甚是向往,事实上,就在解放前几天,直敞桥上还架了国民党军队的重机枪,枪口正对着桥正中间,吴德奎回忆说, 后来,重机枪偷偷摸摸的就撤走了,不久,解放军就来了,当天,解放军就在孙继麟租住的二层小楼里住了下来,我们住二楼,他们住一楼,早上起来看见有十几个解放军挤在一楼客堂里面打地铺,解放军住的两三天里,他们在门口买锅造反,连柴火也没有向老百姓拿,跟老百姓讲话,都客客气气,孙继麟说, 房东奶奶告诉我们说,这就是解放我们中国的大功臣,据说,解放军走的时候,留下了一个排合滑风场的地下党一起,守护着这座百年牢场的平安,这一天,对九岁的孙继麟来说,影响一生,而吴德奎在195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他的小伙伴吴定一那天之后,就跟着解放军走了,一个时代的落幕,总是另一个时代的起点, 历史进程中的5月3日,1949年4月20日,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,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, 4月20日20时,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,中突击集团首先渡江,并迅速突破安庆,吴湖间防线,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,千番齐发,于4月22日,胜利突破国民党军队近千里将访阵地,于4月23日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,南京解放后, 东、中突击集团在宿越统一指挥下东西对境,迅速在廊西、广德地区包围歼灭南京,正将逃敌5个军, 廊广战役的胜利,打乱了国民党退守杭州的部署,为杭州解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,在廊广战役进行的同时, 谭镇林绿三野七兵团二十一军,二十二军,二十三军直插杭州,命令第二十一,二十三军以最快速度向杭州寄进,第二十二军进至杭州以北,为兵团预备队,第三野战军某步发越莫干山,向杭州寄进,二十一军在军长曾海清、郑伟康至小率领下,强及行军,于5月2日解放于杭,根据杭州空虚的情报,决定兵分三路, 由六十一师攻取市区,六十二师由市区西侧穿越群山抢战前江大桥,完全切断国民党军队南逃通道,六十三师由西侧绕过杭州,占领萧山,保证杭州侧翼安全,5月3日拂晓时分,六十二师一八五团翻越五云山,出其不意地占领了二龙山北侧高地,并命令二营担任抢战前唐江大桥的主攻任务, 二营当即部署五连和六连位左右移,向大桥逼近,五连用部分兵力正面阳攻,主力实施策攻,很快攻下六合塔,殲灭了守敌,控制了可以俯瞰前唐江大桥的制高点,待四连六连赶到后,一起攻占和控制了前唐江大桥北端桥投保,随后,二营长命令四连,五连立即向桥南支敌发起攻击, 同时命令六连在六合塔东北无命高地构筑攻势,阻止社区敌人难逃,驻守前唐江大桥的国民党守军兼抵挡不住,便开始炸桥, 由于杭州地下党组织在此之前,已对负责炸桥的工兵营做了大量政治工作,因而他们用来炸桥的炸药量不多且远离要害部位,因此,爆炸只炸毁了一小段铁路桥面和木板公路桥面, 四连,五连指战员们顶着桥南敌人的火力压制,充分利用双层桥的特点,采取上下掩护分组前进的战术,顺利地占领了前唐江大桥南端桥投保,国民党守桥部队投降,在抢占前唐江大桥的同时, 六十二师一八五团所属三营从二龙山东北侧南插玉皇山,全街山上守敌一百余人,占领玉皇山,控制了城南至高点,一八五团所属一营沿江北岸,攻占了闸口电厂和窦口,六十二师主力随即依托玉皇山,二龙山,六合塔和前唐将大桥一线向杭州使其推进, 攻占中山桥、电灯公司和国民党浙江省政府,与此同时,六十一师进攻杭州市区,一一八二团延林隐寺山区,金月坟、北山,攻入市区,在歼灭小谷敌人后,于上午九十占领了杭州火车站,实时控制了东南部市区,一一八一团在古荡、董家地区展开,惊松不长,朝庆寺攻入市区,武贤占领了亨山门火车站, 控制了北部市区,六十一师师部立一八三团公在西部市区,直插以国民党省党部为中心的市中心地区,由于国民党守军主力已撤逃,市区的进攻非常顺利,只发生了一些零星战斗,下午二十许,六十二师与六十一师会合,市区内国民党守军残部已被全部歼灭,解放军举行阅兵式,庆祝杭州解放, 下午三十许,二十一军列队进入杭州市区,受到数万权重的家道欢迎,宣告杭州解放,在解放杭州的战斗中,二十一军已伤亡13人的代价,毕伤伏敌4081人,当日黄昏,二十三军,作为参加郎广战役的部队, 在歼灭准备退守杭州的国民党军队一步之后,进入杭州市,并担负起了杭州警备任务,5月4日晚,谭振林、王健安、姬鹏飞等三野七兵团首长进驻杭州,杭州的解放, 不仅切断了金护杭地区国民党军队南逃的陆路通道,完成了前行和为上海之敌的战旅任务,而且还为人民解放军跨过前唐江大桥南下作战,夺取全国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,在此过程中,杭州地下党组织,地方游击队和人民群众为配合二十一军军事进攻,做出了卓越贡献,解放杭州的战斗, 一载入史册,并成为激励杭州人民建设新杭州,创造美好生活的宝贵精神财富之一,来源,方治杭州,编辑,参与贯臣一诺。